作为福建省会 福州为什么垂涨感不高 中国厦门 福建 福州 中国青岛 山东 济南 在省会城市存在感上 一南一北的福建 跟山东竟然梦幻联动了 缘分哪 福州有古典底蕴 济南是千年古城 厦门时尚洋气 青岛开放丝毛 我觉得济南啊 还是比福州幸远 怎么呢 在山东 济南 只能感受到来自青岛的压力 在福建 福州却要受到来自 厦门和泉州两座城市的挑战 心疼福州 可说福州存在感不高 多半是不了解福州 在好多外地人眼里 厦门以唯一浪漫各种出圈 武夷山以大红袍 享誉全国 这普田以妈祖庙声名远播 全都以福建实力一哥的身份 站面脚跟 唯独提到福州有点蒙圈啊 冰心 林辉音 严富 林泽徐 都是福州人 对了 曹德旺也是福州人 外地人经常误会福建 福建属于第三阶梯 搞得很多人都觉得 福建应该很平吧 其实不然 福建的山太多了 福建九个城市 每个城市都有山 福州也有山 但有意思的是 福州有个外号 天府之国 是的 天府之国呀 不是成都的专属 作为兵家不争之地的福州 北边 南边 东边 西边 全都是山 可上天眷顾 福建最大的河 敏江 在福州入海 翻山越岭500多公里后 在福州开辟了一片 福州盆地 福州盆地虽然比不上四川盆地 关中平原 可也给福州带来了一席的底气 也带来了好运气 魏晋之后的衣冠难度 大批北方人口难迁 福州正式成了福建的集散地 也成了中原文化 到福建之后的中心 三王七巷 华林寺大殿 都是福州千年古城的最好证明 七六八六不离福州 这贝山面海的福州 其实早就成了福建的一哥 这福建最能打的历史是近代 靠造船彻底站完脚跟 这一块咱就不展开了 有人说厦门有的阳气 福州没有 我不同意 那是你们没看过 最近上热搜的平南岛 颜值上照厦门四号不差 看过一句描述福州和厦门的话 厦门有的阳气 福州有 这福州有的古典底蕴 厦门没有 厦门啊 就是古浪有的 其他就算了 有点多了 都是大好核心 都好看